嗨 欢迎来到浩克台北 你们这群人今天来浩克台北干嘛呢 连移 今天做了什么菜 鱿鱼螺肉蒜 在主厨的引导下 一步步的切菜备料 下锅烹煮调味爱的料理 鱿鱼螺肉蒜及炒米粉 其中鱿鱼螺肉蒜是一道醒酒菜 主厨也分享了这道菜 在大道成酒家文化的故事 让参加者透过料理连移 一起做菜一起分享 共同完成的美食 拉近彼此距离成功创造话题 然后我最喜欢的环节 其实我都喜欢 一开始介绍 就是整个大道成历史 然后我本身就非常喜欢历史 我喜欢听过去 可是我历史很烂 所以就刚好老师介绍 我就是一直在学习 心听这样子 然后到后面的 我去参观菜市场 然后就觉得 他们去这里的人都很新鲜烈 然后就感受到地方的文化 人体下来的每一个环节 我都觉得舒服 然后非常有趣 然后我很推荐 就是很感谢到我师傅 所以很推荐 所有想要来参加的人参加 他们都很有趣 一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显得有一点害羞 然后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不认识彼此 但是他们后来 你可以在过程当中 慢慢发现那个原本害羞的脸 后来变得不害羞了 然后他们渐渐聊起天来 然后渐渐变得比较热络 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你看他们现在已经聊了 这样不可开交了 我们叫他们停 他们不会停这样子 大同区公所运用在地特色资源 规划单身联营活动 安排大道城北段街坊导览 并前往太平传统市场 品尝现炸鸡卷美食 认识在地食材 然后一起烹调爱的料理 吃饱喝足后再动起来 体验一连串丰富有趣的联营游戏 大家都嗨翻天玩得非常开心 不只收获满满 更有五对素配成功 那我们除了料理以外 我们也带我们的参加者 一起逛一下我们的太平市场 或者一下菜市场 那也走到我们的台北桥 认识一下我们在地的一些 人文风景跟历史 那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参加者 不只是交朋友 也可以认识到我们在地的一些 产业文化啦历史背景等等的 那我们这次的活动 其实也不只是 呃就是单纯一次性的活动 来交朋友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就是 呃我们就这家 在交结交朋友之后 那如果有幸可以继续交往 然后甚至是结婚登记的 那我们公主要在韩国一年以内 就是呃 参加活动一年以内 呃到我们互贼 就是结婚登记的 都有红包的神秘感 为了让参加活动的单身同志 有更多惊喜 全程参加者可获得精致礼品 素配成功的朋友 在一年内办理结婚登记 可再获得区公所赫离礼金 祝福参加的朋友早日传来喜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有好 那我们下午